謝謝 第一首歌是 親愛的 愛上你 從那天起 甜蜜的 很輕易 徐苑想在大巨蛋聽的 第一首歌是告白氣球 蔣萬安這一唱 就像是在回應周董 八月開唱有望 不過大巨蛋想辦演唱會 恐怕沒像歌詞唱得這麼輕易 議會通過提案 要市府先含文內政部 確定大巨蛋是否適用 建築技術規則127條 先發文 詢問 也要依照原本相關的程序 包括相關安全的檢查等等 只是北市府都還沒問 內政部就先強調 立場和106年韓式一致 大巨蛋辦非體育賽事 不適用127條 等同於為科市府 留下的使照助記解了套 不過也特別強調 針對活動安全等工作計畫 北市府應該負起責任 建造在重新變更的時候 大巨蛋在都省裡面 逃生避難模擬是沒有完成的 就算你告牌氣球唱100次 都不能足以擔保大巨蛋的安全 公共安全成為最大問題 畢竟大巨蛋往地下挖了10.5公尺 如果真的發生意外 觀眾由下往上怎麼逃生 每一秒鐘都人命關天 萬眾期盼的演唱會勢必得兼顧安全 是這一首 我送你離開天涯只為 你是不會再 怎麼辦 會不會真的在演唱會在千里之外 舒華議員 朗吉木天王周杰倫都說 8月的時間都空下來了 就等大巨蛋那邊怎麼回覆 昨天講萬安 好人家記者採訪他 告白氣球也唱了一段啦 那現在是怎麼樣 到底大家以後沒有機會在大巨蛋看到演唱會呢 到底是差在哪一關 議員 其實應該講大巨蛋從頭到尾 本來就沒有演唱會的條件 因為當時合約的時候就是體育賽事 那非體育賽事其實它也有一些項目 但是因為總括就是把演唱會 當作非體育賽事來做處理 所以當然他如果要辦演唱會也是可以 只是說大家還是認知 就像當時我們小巨蛋燃球場 本來是打籃球嘛 後來因為效益不高嘛 才辦演唱會 可是我要講 小巨蛋跟大巨蛋真的差異很大 剛剛新聞畫面有提到 大巨蛋是在地下一樓 B1變成是一樓平面 所以呢到時候演唱會辦的時候 舞台架好 你知道搖滾區是在地下一樓耶 然後平面的一樓是一般的民眾 從往下看耶 那如果要是現在我們講說 這個逃生避難很重要的原因在這裡 就是說127條是真的比較嚴格啦 但是柯文哲這是柯文哲定的去卡 這個大巨蛋的關碼 那現在呢講話要幫他解套 用大型群聚活動的自治條例就可以來申請 也就是說遠雄只要申請 我這個逃生避難怎麼樣去做規劃 只要他寫得出來這個版本 然後送去那個消防工會或哪些工會去審議 審議通過以後就可以讓他辦了喔 所以為什麼他會唱告白祈求的原因在這裡 因為現在我們如果用確定用大型群聚活動 現在遠雄就可以開始寫計畫了 可以開始寫計畫了 然後再拿去送神 散手了以後就可以處理 但是呢 我告訴你啊 我們議會不是省油的燈啊 你要找我們的背書 我們真的那麼容易讓你背書嗎 所以我們裡面寫了很多附帶條件 因為我不可能讓你遠雄平白無故的 口袋賺寶寶 然後人命生命安全無故 這個經濟這個商機是非常可觀的喔 上看百億的商機喔 上看百億啊 對因為如果我一年辦了好幾場都是中大咖來的 泰勒斯會不會來對不對 紅法愛的會不會來 如果來的話上百億的商機都有可能喔 是 可是呢你知道嗎 他這個法規 好那個我們講話要幫他解套對不對 但是呢 我們不能是縱容這個遠雄 我當一個大大的一個很大的一個房東 然後我什麼東西都收房租 收房租你把收了房租 然後呢 影城也收了房租 辦點收了房租對不對 再加上辦公大樓也收了房租 這整塊叫做文化體 這個叫體育園區 你一直收房租 然後現在呢門票收入呢 門票收入本來是有上限的喔 對 現在居然訂一個沒有上限 請問你講萬萬在幹嘛 你如果門票收入沒有上限的話 到時候呢 門票收入是 門票的費用是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也就是歌迷身上耶 我可能在小巨蛋演唱會最高 我可能五百五千八百八十塊的門票就可以了 可是呢到大巨蛋要看演唱會 我可能要賣到七千塊的門票耶 你覺得這樣子是不是也是傷害到歌迷 但是呢講萬萬這個部分都沒有處理 所以我們這次通過 但是我們有寫了很多淡書 你要一併去談 門票收入要上限 第二個呢還有分論的部分 因為你看喔 他如果門票收入一千萬 我們台北市政府只收到六十萬而已 門票收入他們賺一千萬 我們收六十萬 可是他那也差很多啊 這個也是扣文的去談的啊 所以你現在要一併去談嘛 我今天讓你扮演唱會可以 可是呢 阿信講的一句很好的啦 他說呢你要給我收那麼高的門票收入 但是我要回饋到市民身上 但是呢現在顯然是沒有嘛 所以蔣萬安你一直唱歌有什麼用 你該做事情沒做 還有一個大家最痛恨的是 硬體設備呢 你看從漏水 從去年開始到現在喔 六個月每個月都在漏水 已經漏了六次了耶 議員講到這個我就想到 為什麼昨天記者要問蔣萬安說 大巨蛋第一首歌 會不會是聽見下雨的聲音 這就是要給他虧啊 因為大巨蛋到現在 還已經有時不時有漏水的情況耶 你看如果要是繼續漏水的話 我你現在是球迷對不對 到時候歌迷全部爆棚的時候漏水怎麼辦 哪怕冬跟哪怕冬 而且會影笑打扮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其實那個蔣萬安到現在 都還是有一個權力可以去 禁止這個元雄的合約喔 甚至可以解約喔 就是如果你設施設備 沒有改善完成的話 我可以打你分數打到70分 連續兩年沒有完成的話 我就跟你解約 可是現在到現在目前為止 蔣萬安還是沒做嘛 所以我們今天讓你可以用 大型群聚活動去執行 去用這個解套 但是你要把這些附帶 腳步全部都做完 是 全部都談判完成 我才讓你通過喔 是 所以並不是說我今天就讓你辦耶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如果要是蔣萬安 我們已經要求 議會已經要求這些附帶決議 你沒有去做的話 你等於就是土地遠雄 而且是大大的土地遠雄 放水加土地 這到時候我們是不是要送 送監察員來看 如果真的這樣 事情就很嚴重 當然這些是否還有遠雄的細節 等一下這個張老師我們來分析 但今天我想要請教一下林濤 我發現網路上 這個討論度非常高耶 這個新聞是怎麼樣 山寨周杰倫雙輪合體 售票比本尊還要貴 惹意 什麼意思 我們鏡頭稍微帶一下 這個 中國的網紅周炳倫 中國的網紅黑倫 OLED 這個我們應該做一個九宮格 讓大家猜猜看 到底誰才是真的的周杰倫啦 來林濤怎麼樣看 真的那個九宮格把 這個李九澤 柯友倫 周杰倫 黑倫 然後大家都把他放進來 看哪一個才是周杰倫 不是這真的太扯了 跟大家介紹 這個叫黑倫 漁木混珠 對不對 這叫周炳倫 那為什麼叫周炳倫 他原本只是賣周炳的一個小攤 然後發現撞臉 好像撞臉周杰倫 然後就開始巡迴了 這個周炳開始巡迴 然後黑倫開始開演唱會 更誇張的是什麼 這種山寨的行為 竟然開始做全中國的巡演 然後山西到佛山 到處開演唱會 結果那個票 竟然一張最高要兩萬三千多塊 台幣 比周杰倫最貴的票八千塊還高 山寨不會那麼貴喔 山寨不會那麼貴 還比周杰倫比較貴 但我必須要講 他這種已經侵害了周杰倫的肖像權 因為你政府就是打的 都會被告吧 對你一定會被告 因為這是打著周杰倫名號 出去招謠撞騙嘛 誒說真的 你如果唱超難聽的 然後你那個pitch都不準 那你就是在黑周杰倫嘛 聽說他的歌單是擱淺 跟一路向北 然後還在那邊亂唱 所以我覺得現在 如果中國大陸 他這種相關廣電的 這種單位 放任像黑倫 像這種周炳倫出去 黑真正的明清的話 誒我覺得這種國際的 這種reputation不好誒 拍垮 你如果東西他是山寨的 然後你這種軟實力 你也要山寨 不好看吧 難道你沒有自己做出一些原創的音樂 原創的藝人出去做巡迴嗎 然後你這種 我們講的這種 不管是黃牛也好 不管是那種山寨假的這種 我親愛消極權 你都不介入的話 這不好看耶 所以我覺得這種 我們臺灣在討論周杰倫要在大巨蛋辦演唱會還不錯 是 他們在討論黑倫 在討論 對不對 這些周杰倫 一個是黑倫 一個是周炳倫 然後你看這兩個還一起這個同台演出 然後去做聲量 我覺得不好看 所以我最後要評論就是說 我現在覺得周杰倫要在大巨蛋辦演唱會 這叫做現在以周杰倫的歌叫擱淺 這案還在擱淺 可是我必須要很直白的講 台北市政府蔣萬安市長跟台北市議會 他們都好積極 他們其實是站在市民的角度 一直要解套 不管在法規面 然後逃生的這個部分 然後也要去限縮說遠雄 你在這過程中 你不能都是圖利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方案 市民都聽得下去 不管是蔣萬安 還是我們剛才淑花姐 其實大家這種面向都是正確 都是好的方向 欸你說真的 如果那種 如果有那種三長兩短 大家就搭配那種大雨 那你要怎麼逃嘛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你要去一個場館好好聽 我有去過一次 然後你要很自在的 然後買一些可樂 然後又被水滴到嗎 對 然後你叫他很舒服 我是沒有被水滴到 可是外面下雨 我真的覺得那雨真的很誇張 所以如果你要辦演唱會 這些基本功 那是寸步不讓的 一定要做好的嘛 你才能過關之後 讓市民安全 讓我們的歌手安全 你去看 你剛才淑花姐講 你說泰勒斯要來紅髮艾德 人家這全球的這種演唱會經濟 國際巨星 每一個身價都是 泰勒斯辦一場 他的身價高到這種驚人的地步 他們也是他們的保全 他們的安全 也會去看你場地的安全 這其實都要列入思考 是 我們不要看山寨周杰倫 我們要看本尊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繼續來看